左派又发动威胁要杀死我们了 几个星期前我们的总统才在一个纳粹形式的讲台前面 说我们是法西斯恐怖分子 911纪念日的时候说我们跟盖达组织一样 Maxime Water鼓励人要攻击Mega川普支持者 AOC甚至说要杀死共和党人不然他就会被杀 拉斯维加斯的民主党官员 甚至真的杀死了一个保守派的记者 最新的对我们生命的威胁又出现了 接下来这个威胁是来自夏威夷的众议员 Mazi Hirono Mazi Hirono 这就是一个女人在这国家的威胁 这就是我看的 这就是更多的女人 那就是那些人支持我们的材败 对我们的身体决定 这就是我们看的 为什么 因为这就是什么事 Mazi Hirono 我拥有桌子 但明显 这就是我们的国家的召喚 讲得非常清楚喔 literally 字面上的 call to arm 武装召喚 武装集结 是字面上的喔 不是形容喔 或者是比喻喔 这位众议员说得非常清楚 是真正的 call to arms 真正要使用暴力 这位Mazi Hirono 是字面上的叫人拿起枪来杀死别人 杀死我们啦 这个就是call to arm的真正意思 我知道这让保守派的人很难理解 因为保守派的人大部分都还算和善的 觉得政治其实不困难啊 我们在国会里吵架辩论一整天 下班了之后再一起去酒吧喝一杯 对不对 相见一笑 敏恩仇 就跟80年代的Ronald Reagan 跟Tiff O'Neill的关系一样嘛 首先那样子的关系从来不存在过 Tiff O'Neill公开的说 Ronald Reagan是邪恶 Evil的代表 我们一直在说服我们自己 就是至少我也是这个样子 我们要合一 就算理念不同 信仰不同 我们也要同心协力 互相帮忙 毕竟美国是我们所有人的国家 我其实希望拜登可以做得很好 我希望他可以翻转经济 希望坏事都不要发生 因为身为一个美国人 美国好的话 我其实是感到非常骄傲的 我们不断的想象 这一切会有一个中间线 彼此妥协 彼此理解和平相处 但是现在就是不可能 以前没有 现在没有 或许未来也不会有 民主党对于整个国家的方向 越来越明显 威胁越来越直接 就是要把我们关到集中营里面 然后我们大概还会在集中营里面 继续幻想 你想想看 如果我们掌权的话 现在会怎么样 如果现在这个情况相反的话 会怎么样 哈哈哈哈哈哈 这位Marsi Hirono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我们站着一排 面对墙 手上拿着AK47 然后右手拿着共产主义宣言 然后我们还会有人站在那个地方偷笑 说哈哈 你看左派他们多开明啊 对不对 你看他们多多元啊 你看这就是多元的样子啊 我们其实很不了解现在事情的严重性 或许我们把自己想的太崇高了 他们真的没有那么坏 他们不可能想做这么可怕的事情 我们很多人是没办法想象的 这些人真的就是这么邪恶 这么想要置我们于死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